杨丽萍1958年出生于云南,是著名的舞蹈家,以《孔雀舞》闻名 1994年读舞《雀之灵》或中华民族20世纪舞蹈经典作品金奖 杨丽萍凭借《孔雀舞》引药名国际,堪称东方美的代表 而对于网友而言,她不仅仅是美丽优雅的,更是神秘,让人遐想的 杨丽萍非常喜欢跳舞,为了能保持良好的身材 她几乎每天不吃米饭,杨丽萍的瘦也直接影响了自己的声誉 在40多岁的时候,杨丽萍在选择声誉和舞蹈之间选择了舞蹈 她对《孔雀舞》已然达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 因为杨丽萍对舞蹈太痴迷,以至于两大婚姻都忍受不了她对舞蹈的热情高于家庭和对于丈夫的感情 特别是不生小孩,更是婚姻的致命点 同时也有不少网友发现,不管出席什么活动,杨丽萍从来都是帽子不厘头 如果不戴帽子,也会戴额头和两鬓,加一些装饰 可能很多人以为她也只是喜欢这样的装扮 其实很多人都忽略了杨丽萍帽子背后的心酸 因为常年高强度的训练,杨丽萍比同龄人更容易憔悴 为了不影响舞蹈的整体美观,她在头饰和脸上做阻牢功夫 不过当《孔雀天后》杨丽萍拿下帽子的那刻起 却是满脸的皱纹和青筋 这些隐藏多年的秘密瞬间暴露无遗 戴帽子和饰品也只是为了掩盖皱纹吧 这是每个女人都不愿意提起的自己的年龄和渐渐老去的容颜 此时此刻,许多人才明白杨丽萍的用心良苦了